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态日江西活动》今天在赣州上游举行 今天江西奥运健儿徐师小 陈玉杰 万乐天 李江燕赞誉归来 都市现场全网直播 数百万网友在线为他们喝彩 阿尼亚寺南朝马拉松今天启动报名 11月10号7点半在八一广场铭枪开跑 江西第357例又以爱心人序捐献造血干细胞 非血缘关系捐献造血干细胞 我省已纳入建议有为表彰奖励 灌盖水泵城摆设 数百亩农田寒渴 设计群众切身利益被指久拖不绝 系列报道 直面问题纠字封 赶坐上围抓落时播出后 樱坛贵西市力行力改 镇政府购置水泵解农田之渴 连通干江新区各个组团 干新大道一区明天通车 南昌南唐湖生态治理加速推进 2025年4月投用 记者探访重点项目建设一线 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生日当天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各方爱心汇聚助力力智学子 都市二基金帮扶计划 帮助困难学子上大学 今天认识福州南城学子罗峰 来二手全顺发现是事故车 涉事精品车行会作何回应 都市消费调查 记者维权出击 各位好 这是最值得您信任的民生新闻栏目 都市现场 我是主播文俊 欢迎各位准点收看 今天是2024年8月15号星期四 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 8月10号以来 我省雷雨等对流天气明显 局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以及雷暴大风等天气 高温有所缓和 据省吉祥台预计 未来十天 我省仍多雷雨天气 降水城点强面弱特征 虽然雨水持续时间不长 但有时下得非常急促 并且猛烈 局部地区有大道暴雨和强雷电 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及时关注预报预警 提前做好防范 当然 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雨水的到来也会让我全省 无明显的持续高温天气 最高气温 全省的北部 大部分地区为32到35摄氏度 南部为30到32摄氏度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巴黎奥运会 巴黎奥运会已经落幕了 江西奥运健儿取得了一斤两桶 创造了1984年以来 江西运动员境外参加奥运会奖牌 最好成绩 今年上午 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格外热闹 参加巴黎奥运会的江西健儿们回家了 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全部落地 已经回到了我们家乡的土地上 上午10点多 皮花艇奥运冠军徐石晓 游泳奥运季军程玉杰万乐天 田径运动员李江燕等人从机场走出 前来接机的市民立即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鲜花掌声点燃了整个机场接机大厅 再一次回到家乡吧 我觉得很开心很激动 从下飞机其实在飞机应该说在飞机快落地的时候 因为就是那种激动的心情 就是有种无以言表 我觉得当时是 然后真的我那时候感觉有点紧张 手心都有点凉凉的又能出再出汗一次 今年5月4号 徐石晓从南昌出发 先去欧洲参加世界杯 又回辽宁大连冲刺 最后在巴黎未免 徐石晓还给我们透露了夺冠的小秘诀 他一到法国就把手机交给了彭浩教练 然后买了一本书 训练比赛之余都在书箱中度过 在我看来的话就是 没有那么大压力 就是可能因为赛前嘛 让自己安静下来 就是把这些通讯 移动通讯的东西 我们是上交给师傅嘛 然后就想着自己 能够让自己完全静下心来去 抛开那些就是杂念嘛 就是全身性的时候 我休息我就好好休息 就是该训练的时候 我就去训练就好了 即将到来的短暂假期 巴黎奥运会游泳季军 锦德镇姑娘程玉杰已经做好了安排 他会去江苏常州旅游 然后去看看自己喜欢的 时代少年团的演出 最喜欢时代少年团刘耀文啊 就是让心情稍微愉悦一点吧 然后看着看着帅哥 对眼睛也好一点 我觉得家里的菜 跟食堂的菜都挺温暖的 主要是看看谁吃 说到吃 游泳运动员南昌姑娘万乐天 心心念念的还是南昌美食 就还是最想吃南昌拌粉吧 就还是特别想念 还有什么 辣椒炒肉呢 辣椒炒肉也很想念 九江姑娘李江燕 首次参加奥运会 她在练球比赛中 获得了第13名 李江燕告诉记者 这次奥运经历 将对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成长 尽管刚会南昌 但李江燕马上又要投入到 全国锦标赛的备战中 新的周期 李江燕和他的教练迈克尔 都信心十足 现在目前的目标是 好好准备明年的全运会 然后后期的话 是在全运会结束之后 然后再努力准备 备战战亚军的奥运会 此外 羽毛球运动员李世锋 随国家队征战本月20号和27号 在日本韩国举行的公开赛 今天暂时还没回来 都市频道记者熊哲成 李俊辉报道 今天上午 记者从2024南昌马拉松赛事发布会上了解到 2024南昌马拉松 全方位数力英雄马赛事品牌 据了解 南昌马拉松2016年创办 已连续举办五届 今年参赛总人数为三万五千人 比去年增加五千人 为历届参赛人数最多 其中 全程马拉松一万两千人 较去年增加两千人 半程马拉松一万五千人 较去年增加两千人 欢乐跑 家庭跑 八千人 较去年增加一千人 为提升跑友体验 努力将南昌马拉松 打造成国内马拉松最快赛道之一 助力国内外跑友 在南昌马拉松 创造个人最好成绩 今年组委会对赛事后半段线路 进行了优化调整 赛道将更加平直 近时 三万五千名国内外跑友 将齐聚在八一五场 集体行跑 经过八一大道 跑过八一大桥 来到宫古台区 然后连着干箱 经过建军标策广场 南昌建 秋水广场 南昌之星五天文 复兴大桥 侯州大桥 等南昌标策新建筑 赛事将深度融合马拉松 与文体旅产业 激发城市发展的新动能 2024南昌马拉松 报名通道将于 今天下午十四点开通 采取网上预报名 与抽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广大跑友可以通过 南昌马拉松官方网站 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信息 参与报名 2024南昌马拉松 全程马拉松 男女第一名 以各奖利 一万五千美元 半程马拉松 男女第一名 以各奖利 人民币八千元 并设过期录奖 干级运动员奖 较上界还新增了 中国级运动员奖 赛事总奖金 为七十四万七千三百元 较上界增加了六万五千元 都市频道记得报道 巴黎奥运会落下了帷幕 本届奥运会 除了32个大项之外 还首次设立了 大众组马拉松赛 这是奥运会 自1896年举办以来 首次请非职业运动员 进入奥运会赛场 那么普通人 是如何能够跑进奥运会的 热爱体育锻炼的您 未来有没有机会 也能获得参加奥运会的机会呢 正在带领大家训练的这位叫孙英杰 是中国女子全程马拉松记录保持者 2003年 她以两小时19分38秒的成绩 创造了北京全程马拉松赛 女子组的最好成绩 记录保持了21年 至今无人打破 孙英杰退役之后 在2014年 创办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跑步俱乐部 结合自己20多年的 长跑训练经验 为跑友们量身打造了 健康跑马的训练课程 从2014年到2024年 十年间 马拉松在中国的发展一路加速 以前42.195公里的全程马拉松 让绝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而如今 越来越多的业余跑友 不仅能够跑下全程马拉松 而且还能够跑经四小时 甚至三小时 与此同时 中国的马拉松赛事 也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 曾出现过一天之内 全国共有43场马拉松 同时举行的盛况 长年参与跑团的总人数 已经超过了1000万 大概跑了一共有22场马拉松了 基本上把国内的大马怪 就是比方北京 北马 武汉马拉松 重庆马拉松 包括广马 都跑过了 每一天跑马圈都在诞生传奇故事 这也激励着一批又一批跑友 不断挑战自己突破极限 就在马拉松运动诞生128年后 这在体现奥运会开放性的 大众马拉松赛 在巴黎奥运会正式开跑 开跑前 一则发自浙江杭州的视频 让一名普通的银行支援 徐一鸣火出圈 为了获得参赛资格 我准备了两年时间 应该按照官方的要求 要采购10万级的参与抽签 这相当于5000公里的跑量 今天出席一夜的时候 我就突然收到了 来自官方的邮件 获得了参赛资格 确实很惊讶 同意他这个景价 而且再次风采 产生一下我们现在中国人的 一个自信的魅力 怀传同样梦想的 还有一位被大家戏称为 跑得最快的快递小哥 来自京东的快递员 卵玉帅 同样出现在了巴黎奥运会的 大众马拉松赛道上 他在国内比赛的 个人最好成绩是 两小时25分55秒 成绩不俗 与徐一鸣 鸾玉帅在一起参加 大众马拉松赛事的 还有著名滑雪运动员 谷爱玲 不分职业 不论背景 奥运会的马拉松赛道 向全世界热爱奔跑的素人敞开 参赛路径呢 一般两种 一种就是 官方做的这种 积分加抽签的机制 另外一种就是 有一些赞入商的 直通名额 2021年的时候 组委会发消息说 我们要设立这么一个组别 绑定组委会的账户 组委会要求的 实验员范围之内 你七行或者跑步 达到十万积分 来获得抽签资格 然后呢 那抽签之后 如果中签了 那你再可以解决自己的 形成的问题 就可以参加这场比赛了 巴黎奥运会 设置马拉松比赛 是面向大众的一个参与 不会进入到国家的几分里边 这次呢 参与抽签的呢 就全世界 应该有 大概有八十多万人 中签几率很低的 之后我们就非常幸运的 我跟他们说 总有一天 会跑到奥运会的 之后 感觉这个 当时吹过的牛 跟别人吹的牛 今天十一样了 从塞纳河边的 巴黎市政厅出发 全马赛程 42.195公里 在参加此次比赛的 4048名 来自全世界的 大众跑者当中 120名中国跑友 全部顺利完赛 而中国姑娘 90后女程序员 黄雪梅 以两小时 41分03秒的成绩 获得巴黎奥运会 大众马拉松 女子组第一 脚步冲过终点的一刻 不仅仅是冠军的荣誉瞬间 更是千万平凡的普通人 在执着追求之后圆梦的高光时刻 他们用每天向前跑的勇气和毅力 诠释着奥林匹克精神 不断挑战自我 追求卓越 勇于担当 而这种精神力量 正是体育带给每一个参与者 最宝贵的馈赠 都市平台记者编辑报道 八年奥运会刚刚结束 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 值得回味的精彩瞬间 还有一些热门话题 比如说很多人都关注到 不少运动员身上会贴胶布 它们不仅颜色不同 形状也是各有差异 那么到底这些胶布 是用来做装饰的 还是有什么 其他的特殊作用呢 一块来看看 跳水运动员胳膊上 贴着黄色的长方形胶布 跳高运动员的手臂上 贴着蓝色的条状胶布 还有跳水运动员腰部 纵横交错 贴着肉色的胶布 赛场上随处可见 这些胶布的身影 其实这些胶布 在医院里也很常见 它叫做肌内笑贴 广泛应用于 康复科临床常见疾病的治疗 比如紧腰椎病 膝关节炎 肌肉拉伤等 就整个膝盖感觉酸脏 有点不太自然 不太自在 贴着之后感觉 什么感觉 那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叶先生喜欢运动 平时跑步比较多 每当感觉浑身酸痛时 他都会来康复科 接受专业的治疗 同时针对不舒服的膝盖 医生也会为他贴上肌内笑贴 缓解疼痛或者是不适 通俗地说 肌内笑贴可以加快 血液循环和淋巴液循环 从而减轻由过度劳损 引起的疼痛 同时也可以预防肌肉关节受伤 这就是很多运动员贴这个的原因 至于为什么在身上 会贴成不同的形状 医生解释 这是兼顾了美观 和发挥最大作用的目的 像这位男子 右腿因小碰撞发生肿胀 医生就为他贴了 带有很多弧度 类似古代铜钳的形状 如果是一条贴的话 因为他这个作用 就是为了回缩 你看这样的回缩 他皮下组织就松弛了 松弛以后 他肿胀就会消 皮下的组织 血液情况加快 他炎症因子就会容易带走 取卸出来的话 他接触面积更大 取卸接触面积更大 那效果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 肌内小贴的使用也有规则 贸然使用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关节活动受陷等并发症 有需求的患者 需要先向专业医生咨询就诊 都市平台记者编辑报道 8月15号起 江西都市城际公交有限公司 新推出了南昌志福州 重人两条站点巴士线路 试运行期间 票价6折优惠 南昌志福州16.8元 南昌志重人29.9元 途经多个公交站点 市民游客可以就近上车 所谓的站点巴士 也就是数字化搬线客运的 一种新模式 通过客运企业和互联网 专业出行平台合作 实现多点对多点 城际客运服务 此前 江西都市城际公交 已经开通了省内第一条 南昌志景德镇的 站点巴士线路 大概是每隔半个小时一班 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8点 对老百姓来说 接近于打车模式 你在APP上 手机上购买了车票 然后你就可以随时看得到 你这班车的发车情况 南昌志福州站点巴士 每日开行12班 在青山客运驿站发车 终点为福州客运总站 普京包括省富邮保监院 南达尔复员 八一广场等省城一些核心区域 而南昌志崇仁站点巴士 每日开行6班 还是在青山客运驿站发车 终点为崇仁县客运中心 途经南昌和福州的部分三甲医院 学校等重点接驳区域 崇仁县城它又没开通高铁 每次中转的话都很麻烦 所以我正好做这个站点巴士 直接到家门口 我是在福州工作 每个星期我基本上有空都回来 基本上一个星期要做三十趟 原来自己开车 非常累 来回几个小时 基本上就好浪费时间 现在开了这站点巴士 特别方便 我们在手机上一点 就近就个乘车 南昌 福州 成仁三地的市民和游客 可通过干月行和滴滴出行微信小程序 或APP点击站点巴士 选择线路和就近的站点 购不了乘车 此外八月底 都市城际公交还将继续推出 省会第四条南昌至九江站点巴士线路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稍后明天看到 江西第357例 又以爱新人士捐献造血干细胞 非血缘关系捐献造血干细胞 我省已大陆建议有为表装奖励 连通干江新区各个组团 干新大道一区明天通车 南昌南唐湖生态治理加速推进 2025年4月投用 记者探访重点项目建设一线 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今天来自上饶的张先生成功地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这将成为一位恶性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凡人一举会成了人间大碍 张先生光荣地成为了江西省第35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一大早张先生在南昌大学医护院开始了造血干细胞采集 张先生说自己从2013年开始每年都会献血 在2015年一次献血中加入了造血干细胞支援者的队伍 今年6月份接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电话 对方说自己的造血干细胞 与一位恶性血液病患者匹配成功 起初自己有些犹豫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 和张先生有同样顾虑的其实不在少数 大家普遍对造血干细胞捐献不太了解 所以会有种种担心 医生解释 造血干细胞捐献是挽救血液病患者生命的有效途径 对于捐献者来说 整个过程是安全的 既往的数据来看 对身体是没有影响的 就是说捐献之后 身为捐献过程也稍微的不适 但是后期副查 其他的警察 对其他的身体都是没有影响的 现在我们都不用骨髓了 都是用外周血干细胞 就是体外循环把这个干细胞采集出来 捐献血的过程是差不多的 经过详细了解捐献过程 张先生打消了顾虑 光荣地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由此 他成为全国第18228例 江西省第35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呼吁更多的人加入这个造血干细胞库 这样也可以拯救更多的家庭 这样一个其实捐献造血干细胞 对人的身体没什么损失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造血干细胞捐献是一项 众人食材火焰高的爱心工艺事业 细心的朋友也不能发现 从今年以来我省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捐赠者越来越多 背后有何原因呢 我们继续来关注 江西省红十字会数据显示 2023年1到7月 全省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23例 2024年1到7月34例 同比增长47.83% 今年还是很高兴 这个捐献量总体上升 在我们设计市层级 成功捐献者 纳入建议勇为的先进个人 纳入到我们相关系统 表装的优先考虑对象 让这些具有这种难力和匹配成功这些志愿者 犹豫地降低了 这个主要是宣传力度增加 目前我省已有42人 先后荣获中国好人江西好人 省级优秀共产党员 三八红旗手 十大杰出青年 红十字博爱大使等称号 11个社区市已将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纳入建议勇为表彰奖励范围 萧首员介绍 接下来会有更多措施 鼓励爱心人士加入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的队伍中来 江西省献血条例刚刚修订完毕 明年1月1日执行 这个条例里面已经把造血干细胞捐献成功者 纳入的表彰范围 免除终生使用血液的范围 纳入的我们有些景区景点的优待 纳入的我们与它有关的 比如说父母免费用血 1000毫升的范围 如果您的年龄在18到45周岁之间符合无偿献血条件 就能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据了解 我省2003年8月启动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以来 已有8.16万余人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现在8万年总理来讲就在这里面的这个使用率还不是很高 就是因为进来的数量还是偏低 每年大概几千例 最优秀的像广东省 像浙江省 像江苏省 那个量都是很大的 资料库也是十多万以上 但是配件成功的像广东人已经突破2000例了 我们的300多例 所以我们希望更多能进来 从全国来看 上个月12号 中国红十字会中华骨髓库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量 正式突破18000例 2024年1到6月捐献1197例 较2023年同期增长197例 单日最高捐献达32例 再盘新高 中华骨髓库成为世界第四大骨髓库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作为连贯干江新区组团的重要公路交通线 干新大道17的建设备受大家的关注 今天上午 记者从施工现场了解到 这条城市主干道将在明天正式通车 15号上午 记者在干新大道17特打桥段起点段看到 路面已经铺好沥青 并化好交通标线 行车隔离带 路灯 道路绿化 指示牌等基本完成 现场一台洒水车正在来回作业 现在这个两张路级 两张桥梁 全部已经结束 两边的护栏 包括草皮 绿化 帐文也结束 今天的工作 主要是清扫 跟收边收缴 跟清扫 清理工作 为了明天顺利通车 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 干新大道17工程 起于金开组团 惠贤大道口 向北依次串联白马庙片区 中医药科创城 大国工匠等 新区重点开发片区 重点位于永修海昏路口 接通开源大道 道路全长22.92公里 干新大道17顺利通车后 干江新区 金开组团 至永修组团 只需要25分钟 我们原来如果是从金开道永修 它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 一个是走我们原来的参九高速 还有一个就是走我们原来的参九大道 一条首先走这个参九高速的话 它要收费 另一条走参九大道的 我们预计原来的这个时间 应该是在40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其实25分钟 就可以从金开道永修 目前干江新区各组团南北联系 主要依赖现有的参九高速路和参九快速路 两条外围过境公路 两条公路平均间距7.5公里 中间缺少一条直接串联各组团 主城区的城市主干道 干系大道一系工程 专练起了干江新区 金开组团 凌空组团 永修组团 三个组团 这个就是一个中心轴 打破了原来依靠这个参九快速 参九大道 两条这个外围的过境通道的 这种交通路往格局 干系大道通车以后 就是直接连通了新区各组团 又横向与这个参九快速 参九大道相连 形成了这个内有轴 外有环的这种格局 都视频道记者报道 记者探访重点项目建设一线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要关注到的是 南昌高新区南唐湖水生态系统 综合治理项目 一起来看看这儿的最新进展 我现在是在南昌市南唐湖水生态综合治理的施工现场 那么目前呢 我身后的浅流湿地呢 正在进行土方作业 好消息是 进度已经达到了80% 马上就可以进行浅流湿地的绿料铺设 这也就意味着水生态综合治理呢 已经进入了正轨 据了解 该项目精心规划了生态缓冲区 湿地净化区 生态修复区 及生态涵养区四大功能区 全方位提升水生态环境 通过在南唐湖小湖构建强化型表流湿地 中湖入口设置潜流湿地 中湖区域打造固定式阶梯湿地 实现了水质的层层净化 同时针对中湖水域 还构建了岸线生态缓冲带 利用水生植物的自然修复力 大湖沿线则布局了雨水处理生态湿地 并实施抵制生态修复 确保南唐湖水质达标后 安全流入干江 目前我们那个创新二路的民渠 创新二路民渠这一块 进行了初步的抽水 已经清淤的工作 目前我们正在方案跟甲方报批 看后期这个淤里的 淤里的规置处定在什么位置 然后我们的吃力净化区这一块 正在进行淤泥的清理 以及土方的规整 在我们的中湖这一块 这个生态消复区 正在进行那个配水渠的消气 以及花溪景观区的打造 在我们的大湖生态涵养区 正在进行双排的树木桩施打 准个项目的进度大概完成了15%左右 记者了解到项目核心建设包括排水控制闸 初期雨水净化湿地 复合型人工湿地及固定阶梯式湿地等 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 南通湖流域的水生态环境质量 有效减轻除茶断面的污染压力 全面优化区域生态环境 这个项目反正供期是一年 我们预计会在2025年2月份基本完工 然后3月份可能就要放水进行压力测试 4月份就会正常的投入使用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开盖扫码中奖再来一瓶 这样的活动是不少饮料产品的促销手段 前几天景德镇乐平有两个小年轻 从这里边发现了来钱的秘诀 他们心生贪念对超市里的饮料下手了 公共视频显示 8月3号中午12点多 两名小年轻在一家超市的饮料区来回徘徊 不时从货架上将饮料拿出 趁四周无人便打开瓶盖 拿出手机扫码后 又将饮料放回货架上 超市工作人员告诉民警 8月10号自己在饮料区上货时 突然发现多瓶饮料的盖子不翼而飞了 经过盘点 超市工作人员发现 货架上有73瓶饮料的盖子被打开过 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后 通过技术手段 很快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身份 潘某和高某 均为00后 昨天上午 两名嫌疑人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曾任是之前在某超市进行买饮料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饮料可以对讲 于是他们就心生贪念 最后就两人相约来到大超市里面 进行偷偷的把这个货架上的饮料拿下来扫码再放过去 民警发现从8月3号到8月7号五天时间 嫌疑人潘某和高某通过打开油浆饮料的瓶盖扫码获利近百元 通过我们对他们的微信账单进行调取 发现他们的获利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 目前这两名小年轻已经因为涉嫌故意损毁财物 被我们依法行政处罚 都市频道记者魏宇 请得正乐平报道 长延道 人活99 全靠好牙口 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携手得牙口腔 全省寻找缺牙人 愿情深点大型活动正式启动 凡是全口缺牙 半口缺牙 多颗缺牙 松牙烂牙的观众 电话报名成功 挂号费 CT检查费 方案设计费一律取消 种植牙五折 半口全口种牙 通通五折 目前活动报名通道已正式开启 非常火爆 报名热线 071-8812-8777 本次活动指定南昌德亚口腔 全口半口缺牙 也能当天种好 享受有滋有味 幸福生活 半全口高难度种植牙 认准德亚 071-8812-8777 我们目光而行 传递诚信品质 坚持人民至上 践行服务使命 传递人宝力量 始终半年同行 熬夜加班 加冠加豆宝 火锅加辣 加冠加豆宝 比赛加油 加冠加豆宝 怕生活 喝加豆宝 科学研究发现 0-4摄氏度低温条件下的冷鲜肉 微生物被有效抑制 肉质鲜嫩 香味十足 太好吃了 为了家人健康 我推荐大家食用双绘冷鲜肉 南昌多云27-35度 九江多云25-34度 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32度 平乡英转雷阵雨26-33度 新鱼雷阵雨24-32度 辅州多云转雷阵雨26-34度 英潭多云25-36度 景德镇多云26-37度 上饶多云26-36度 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33度 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31度 南昌多云27-35度 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要注意 红血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红血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血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红血 祝您红血清 心脑好 清血八尾片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邪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红血 祝您红血清 心脑好 孟奇药业 开吃时代我倡议 安排辣筋鸡 热辣火火配倡议 太空军珠带给你 正快好好随心意 倡议百分百 添加太空军珠K56 专为国人健康研究 好均喝倡议 畅快随心意 我在妈妈肚子里迷路了 妈妈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优博剖背书 精准营养 四维一体 自护提升 剖工产专严奶粉 就选优博剖背书 稍后林家汉堡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全国生态日江西活动 今天在赣州上游举行 今天上午2024年 全国生态日江西活动 在赣州市上游线举行 我们江西素有 江南粮仓与米之乡的美誉 近几年大力推动的 绿色转型发展 更是让我们的米袋子 果盘子和菜篮子 更加丰富 更加安全 本次活动的主题为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现场举行了江西省 生态文明重要成果发布会 省发改委 省自然资源厅 等相关单位 先后发布了 关于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 水利 林业 农业农村等领域 生态文明建设的成绩单 开展零下经济收益权 湿地经益权 全民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 委托带领等全属市场化改革 全省湿地占目平衡指标 累计成交额超过1.2亿元 林业内生态产品 累计成交突破110亿元 据江西省农科院科技管理处 处长万建林介绍 近年来 江西以省部共建 江西绿色有机农产品 基地试点省建设为契机 加快完善农产品质量 安全管理体系 生态农产品的综合效益 和竞争力也在不断提高 我们有一个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 全院这个做了好像是做了100多个产品 数据好像有几十万个数据 就是农产品质量安全这一块的 所以说这个绿色转型 对我们这个农业发展非常重要 对这个提高消费者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性能度 包括这个提高农民的收益 我觉得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品质评价 分等分级 绿色包装工艺 预制菜标准化 随着这些生态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 瓶颈问题逐步解决 江西生态农产品的部分地方标准 也逐步上升成为行业标准 乃至国家标准 江西的农产品也将逐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尤其是我们那个农产品运营 那个经营企业来讲是重大的利好 它有助于我们那个 我们本身的农产品啊 往外推出去 我们成立半年以来啊 我们在线上销售已经达到了240多万元 与此同时 为建立高效的生态产品市场机制 江西近年来在全国率先上线了 中国南方生态产品交易平台 实现了各类生态产品买卖双方的精准对接 而省市县三级生态资源储蓄运营综合平台 也已经在建设当中 现在全省正在打造一个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的这个储蓄营平台建设 我们省交易集团也打造我们省级的这个储蓄营平台 生态资源的储蓄营平台 四级的平台啊 包括省一级的专业平台 都将揭露到我们省一级的这个平台里面 这样的话就更加会推动我们江西的这个生态资源 包括生态产品的交易 活动期间 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集团 与碳排放权登记结算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都市频道记者赶州上游报道 今天是第二个全国生态日 省值统战系统2024年第三期同心大讲堂 即生态江西大讲堂在省会中心举办 省政府副省长农工党省委会主委时可主持大讲堂 大讲堂邀请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李中 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创新和地方实践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基础理论政策措施 转化实践案例 全面阐述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创新和地方实践 价值实现机制呢 就是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由政府和市场通过一定的这种制度的设计 能够把生态产品转化为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同时李中还结合江西实际 多视角多维度 探讨了江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与路径探索 为江西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一个是希望江西省我们要去探索 把这个保护和开发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 实现这种良性循环的这种模式 我们江西我们有这么多世界知名的这个资源 生态资源 我们我也希望能够能够打造出一个生态IP来 真真正正的是把这个生态产品的价值 能够就是最大化的体现出来 本期大讲堂由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主办 农工党江西省委会承办 来自省值统战系统有关单位 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的机关干部和同志 共160余人参加 都视频道记者报道 全国生态日的今天 江西省公安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去年10月以来 全省公安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面的情况 一会儿来了解 记者了解到 一年来全省公安机关聚焦美丽江西建设 持续在守好绿水青山上发力 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矿 污染环境 盗罚滥罚 非法狩猎等犯罪活动 全省共破案3949起 生态环境保护 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绩效 均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持续在长江大保护上发力 依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 非法采杀等水溢突出违法犯罪 破获刑事案件868起 打掉团伙139个 长江四年禁忆的工作指效 卫列全国的建立 2013年以来 全省公安机关聚焦生态环境 古树名牧 野生动植物 农用地等环境资源保护 先后组织开展昆仑 春风 清风 护松等系列专项行动 二十七岸间 到了公安部的图面 十五七岸间 分明公安部最高法 最高建设的部门 定为全部铁铁案例 和铁铁案例 总继公安部的绩效 保持全国建立 一年来 全省公安机关 还聚焦保障民生安全 紧盯群众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 严厉打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 累计破案1029起 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联合多部门 开展打击食品 两抄一飞 制售假裂陆制品 食用油和供酒 电子烟犯罪等系列专项行动 对这波带货等方式 制售伪劣食品犯罪 重演查处 重重打击 坚守 持着放心的民生底线 此外 一年来 全省公安机关聚焦 服务高质量发展 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 严厉打击 侵犯知识产权 和致受假冒伪劣商品犯罪 累计破案650起 及时防范化解的一批风险隐患 维护了企业政党权益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今天是第二个全国生态日 今天上午 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南昌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2023年以来 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2023年以来 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环境资源 一省案件3728件 其中刑事案件1693件 民事案件1289件 行政案件514件 环境公益诉讼203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29件 上历法院审结的跨省倾道危险废外 法院对非法请到行为 进行全环节 全要素 全链条打击 对危险废物的生产者 中间转包厢 实际请到人及其他帮助者 实施全链条的惩治 有效震慑 跨意请到行为 2023年以来 全省法院坚持守正创新 扎实推进专业化建设 促进审判机制现代化 截至目前 全省118家法院 公有89家法院 经省编办批准设立了还资庭 未设立还资庭的法院 均成立了还资评审团队 或专业合议庭 设立多个环境事业 随会审判案件 协助开展立案开庭审理 普法宣传 减少群众素类 今天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江西省公安厅 还联合发布了 8起生态环境保护典型案例 这8件案例类型丰富 涉及长江流域保护 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林地资源保护 危险废物污染 水污染防治等 生态环境保护的多个领域 既有污染环境 非法狩猎 滥法林木等刑事案件 又有行政公益诉讼 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凸显了生态环境 司法保护工作的 全面性和多样性 体现了司法机关 公正司法 以实际行动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 全力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高地的坚定决心 与有力举措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 转向吉安台河县的 白鹿湖林场 那里有一千多亩的南木林 被我省列为是 优质南木财中基地 南木是珍贵的用材树种 树身树种都具有 较高的经济价值 眼下正值南木种子 生长的关键时期 当地林场迎领员们 非常忙 走进白鹿湖林场 迎领员肖干平 正跟同事 还有当地村民 忙着为南木 挖学施肥 补充养分 迎领员是从事 造林更新 森林浮育 迎领试验等工作的人 这里的迎领员 又被大家称为林保姆 工作近三十年的肖干平 就是白鹿湖林场 资历最老的林保姆之一 设之前雨水天气影响 部分南木缺乏养分 珍贵的南木种还未成熟 就从树上掉过 这让他非常心疼 像这种南木种子 都很金贵的 现在就掉下来了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那个树木的养分不够 所以我们现在要采取 措施补救 进行施肥 施肥增加它的养分 增加它的营养 使种子的质量更好一点 肖干平说 这些年来 自己最难释怀的 是一棵被盗伐的南木 几年前 在泰河南木林森林公园 一棵六十多年树林的南木 树兜处造成切块 虽然不法分子被抓获 但是这棵古树 留下了永久的伤痕 此后肖干平每个月 都要来这片山林 看看受伤的南木 包括好其他树木 这片南木林有两百多亩 树林都在五六十年 这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为了保护好这片南木林 我们副林园 每个月都在这里上山巡护 看看林木的长势 看看有没有偷盗现象 另外我们还安装了多个摄像头 预防偷盗现象 林场蓄积量调查 也是林保姆日常工作重要的一部分 在一个森林样地点 肖干平和同事们架起定位移和螺盘 寻找方位脚 放线规划样地范围 他们细致地观察树木的生长状况 记录下每一棵树木的高度 方位和距离 我们在做林木蓄积量调查的时候 整个山场我们都要走一遍 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选择一块找是比较均匀的地方 做样地 样地选择好了 采集的数据才更紧确 下日炎炎 虽然户外高温 林保姆们天天穿行在广袤的森林中 用自己的砖液和汗水守护这片绿色家园 在大家的努力下 白鹿湖林场的南木林 愈发郁郁葱葱 成为太和县乃至江西省的一张绿色名片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提供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 甘文安全隐患随手牌的声音 来看看观众和网友 向我们反映了一些什么样的安全隐患问题 南昌东湖区的丁先生反应说 最近下了几场暴雨 文教路的一个大树倒了 砸坏了一辆车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此类事故 建议排查病数的情况 并且针对性的进行加固 上朝信州区的叶先生反映说 信州一号小区门口的查胜西路 是一条断头路 孩子上学需要绕行两公里 因此很多人就从旁边的山坡爬过去 下雨天路面湿滑 非常的不安全 宜春圆州区的黄先生反映说 秀江西路化成新院小区门口 有一段路是没有中央隔离固栏的 也没有斑马线 行人过马路非常不安全 那么这些问题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进行进一步的核实 在核实之后联系相关的部门和机构 或者是单位来帮大家扎扎实实地 排除这些安全隐患 好的 我们稍时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目前活动报名通道已正式开启 非常火爆 报名热线 0791-8812-8777 本次活动指定南昌德亚口腔 全口半口缺芽也能当天种好 享受有滋有味 幸福生活 半全口高难度种植芽 任者德亚 0791-8812-8777 每个你 像平凡星光 却明亮升辉 闪耀着奋斗的颜色 每个我 不语不停 浑洒的汗水 是坚定向弦的证明 每一刻 幸福就会 大到同行 你我并肩 在城市里 矿性能量 与青山绿水相拥 与幸福美好相伴 幸福江西 奋斗向前 2024 润田翠幸福江西行 万人见步走 用奋斗创造奇迹 青春 就是绽放活力 点燃梦想 真心好活力 酒喝润田翠 润田翠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官方饮用水 江西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 容易引发 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舒筋建腰很重要 人老细不老 全靠腰腿好 舒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舒筋建腰丸 对着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头晕 头痛 胸闷气短 要注意 轰血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轰血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洗 清洗八尾片 专要清轰血 祝您 轰血清 心脑好 清洗八尾片 作为一种 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洗八尾片 专要清烘血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梦奇药业 稍后 林家看到 灌溉水泵成百社 数百亩农田寒可 设计群众切身利益 被指九拖不绝 系列报道 直面问题 九四封 赶坐上围抓落时 播出后 英坛贵西市 例行例改 镇政府购置水泵 解农田之可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直面问题 九四封 赶坐善为抓落时 系列报道 8月2号 我们报道了 英坛贵西市 刘侯镇水利 设施翻修工程 早就完工了 水泵却无法正常使用 数百亩的农田 遭遇到灌溉难的问题 现在事情 有没有最新的进展呢 一起来看记者的 追踪报道 8月8号上午 记者再次来到 英坛贵西市 刘口镇苏汪村 贵西市 刘口镇分管水利工作的 副镇长徐凯华 正在向村民了解 现在的灌溉情况 重量大户汪先生说 现在已经不用为 农田灌溉的事情发愁了 村民介绍 今年7月中旬 镇里又给村里 买来了一台电 和一台水轮机 加上去年购买的两台 现在村里有四台 可以抽水的机器 只要合上电闸 就能抽水 村民农田灌溉的 燃煤之急算是解了 可是修了几年的水利设施 为何一直无法正常使用呢 副镇长徐海华介绍了原因 徐凯华介绍 这项工程不仅延期了近半年 而且在2023年5月验收时 他们发现水泵不能抽水 镇政府多次召开协调会 要求施工方进行维修 然而施工方和设计单位 扯起了皮 因此这项工程 至今还没有完成验收 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呢 到处相互扯皮 虽然说去了现场多次勘探 但是问题一直没有 没有得到解决 问题久拖不绝 给村民的农田灌溉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徐海华说 他们将督促施工单位 尽快对水轮泵进行维修 确保尽快投入使用 此外还将根据合同 追究施工单位的责任 针对此类问题 给老百姓带来个影响 我们也在这里跟代表政府 给群众道个歉 同时我们也会举一反三 确保持了一个问题 不会再发生 多时频道记者李徐辰 英谈贵西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来 快速浏览一组资讯快报 根据国务院最新通知 中秋节9月15号到9月17号 放假调休 共三天 9月14号星期六上班 中秋节假期高速不免费 除了中秋节外 今年还有国庆节 10月1号至10月7号 放假调休 共七天 9月29号星期日 10月12号星期六上班 日前省工信厅公布2024年度 江西省绿色制造名单 华润39南昌耀越有限公司等 259家企业入选绿色工厂 干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 8家园区入选绿色园区 江西江陵集团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等 13家企业入选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为切实保障极端高温天气下 流浪乞讨等临时育困人员的人生安全 和基本生活 自6月19号以来 我省扎实开展 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供救助流浪乞讨等临时育困人员 2284人次 为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记者近日从南昌市商务局获悉 南昌市中心城区农贸市场布局规划 2023至2027年下发 提出力争打造2个左右5星级农贸市场 10个左右4星级农贸市场 30个左右3星级农贸市场 拟新建设24个农贸市场 切实方便市民就近买菜 提高市民逛菜场的舒适度 记者昨天从南昌市洪谷滩区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获悉 根据洪谷滩区营业性演出准与许可决定 月唱月有 腾格尔和他的朋友们 2024巡回演唱会 南昌站将于9月28号 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行 近日 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在民政部网站全文公布 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根据草案的规定 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 都不再需要户口簿 也取消了过去对登记的地域管辖的规定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今天表示 下阶段坚持消化存量和优化增量相结合 积极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 用作保障性住房 进一步做好保交房工作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通知 从9月1号起 进一步便利纳税人跨区迁移 迁入地税务机关将提供一站式迁入服务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5.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7757亿元 同比增长2.7% 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目前我国林草年碳汇量 超过1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居世界首位 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压仓石 林草碳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 我国最大天然气储气库 新疆油田公司 呼图币储气库 自3月28号开始本周期筑气以来 以累计筑气突破21立方米 日筑气量最高达到2600万立方米 创历史新高 为京东明春 西气东书 沿线城市天然气供应 加足底气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稍后林草看到 买二手全顺发现是试骨车 涉事精品车行会作何回应 都市消费调查 记者维权出击 卖盲30AI手机隆重上市 搭载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 AI一箭直达 双区护眼屏 五星耐衰 6100毫安超能续航 到电信购买卖盲30 向高额补贴和超值潜益 中国电信江西各大营业有售 买手机到电信更优惠 当你面对高利诱惑 也许就会心存交信 一次也可能血本的乌龟 莫被利益冲昏头脑 克服贪欲 切勿交信 开吃时代我倡议 安排辣子鸡 热辣火锅配倡议 太空军珠带给你 真快好好推进你 倡议百分百 添加太空军珠K56 专为国人健康研究 好均喝倡议 畅快随心意 检索消费乱象 曝光行业内幕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 都市消费调查 最近湖南怀化的毛先生 给我们都市频道 24小时新闻服务热线 打来电话反应 说自己去年9月份 在上饶买了一辆 二手的江陵福特全顺车 最近发现这车呢 是一辆事故车 车架号呢 也被明显的改动过 到底怎么回事呢 毛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去年在上饶工作 为了上班方便 花六万多 在上饶信州区的 保利达精品车 买了辆二手 江陵福特全顺 当时因为急用车 他并没有仔细验车 就买下了 去年9月10多号的时候 我就在那里买了一台 二手车 将近全顺 而这福特全顺在那里 那台车子 那台车子呢 就是去年的时候 我们在那里做四个发 也买了一点急了 没注意那些细节方面 那些东西 他吃宽的话 他跟我 那时候他跟我讲 那吃宽的话 就是怎么 有一点小小 就刮碰 这东西小问题的话 我肯定能接受不 结果呢 后来 那车子老是出问题 你看我在高速路上 老是熄火呀 水分高啊 那些东西 我都搞了几次 毛先生表示 车子买回来 发现经常出问题 他无奈 只好再换车 而就在他打算 置换准备卖掉 这辆车的时候 收车的销售人员 却告诉他 这辆车出过重大事故 而且车架号 还被改动过 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到我们当地 4S店 去找那个销售人员 去谈 去聊 结果呢 他就同意 叫我们 跟他置换一台 后来那个 那个车子啊 他就4S店 给我们查 他就在那里验车嘛 就就跟我讲 你这个车子 出过重大事故 说而且你这个车架号码 明显的被改动过 毛先生表示 当时他们找了 第三方鉴定机构验车 结果表明 根据相关评估标准 判定该车辆 是一辆事故车 且车架号打客区域 出现了 挖补垫片 重新喷涂的痕迹 结果呢 我就找了 找了第三方 就是专门监定这个车子 机构楼 三方鉴定 就鉴定车 那个车子 那个车架号码 有明显的改动 还有那个 出过重大事故 就是保险那些东西 它都能查到了 发了6万多 在精品车行 买了一辆事故车 毛先生觉得 这事儿啊 有些讽刺 那么卖家 曹先生和车行 究竟是什么关系 他们对于车辆的 车况是否知情 又会如何来进行处理呢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记者拨通了 毛先生提供的 卖家电话 可对方直接否认自己 是保利达车行的老板 并且挂断了电话 消费者毛先生告诉记者 他非常确定 这个手机号 就是卖家曹先生的 在现场 他还出示了一段 和卖家曹先生的录音 对方表示 自己卖车的时候 也不清楚 这辆车的情况 我买车的时候 你跟我把这些事情 跟我讲清楚了 如果是我硬要买 那就是我的错 现在如果这些事情 我不晓得情况下 你卖给我的吗 那你就是隐瞒了 讲得冒定的吗 讲得冒定的问题 我已经称呼 卖给你为什么隐瞒呢 像这个东西 你肯定告证我 东西 我怎么知道呢 我知道 我就肯定会告诉你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 我如果知道 我都是王八蛋 我都可以这样讲的话呢 随后记者和毛先生一起 把问题反映给了 上饶市信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江分局 在里面一起去现场 看一下 看到底是哪一家 然后取消镇 然后再回去 跟您保费吧 这么情况 关键就是说 二手车这一块的话 今天好像有出了新规的 我得看一下 记者了解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55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 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目前 车主毛先生 还在和卖家 车行 做进一步协商 对于事件的发展 记者将持续关注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司机开车上路 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 如果感到疲劳 就要赶紧休息 疲劳驾驶危害很大 打瞌睡开车太危险 这步又有司机逞强 犯困还开车 结果出事了 8月10号上午 在寻全高速赣州安远段 林某驾驶轻行货车 行至安远服务区入口处时 直接撞上护栏 事故造成车辆和护栏严 严重受损 林某努力回想说 自己也不知道 怎么会撞上护栏的 民警直言 脑子一片空白 就是疲劳驾驶床的货 实在危险 近日在下荣高速赣州上游段 一辆小车 冲进高速公路旁的绿化带 民警接报警后 立即赶往现场 虽然车辆受损严重 数目也被撞倒一片 但好在人员没有受伤 一问原因 竟然又是疲劳驾驶 民警再次提醒 不要疲劳驾驶 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 在开车中注意劳逸结合 连续驾驶时间 不要超过四小时 如在行车过程中 有疲劳困倦感 赶紧就进收费站 下到或进入服务区 停车休息 本节目素材 由高速警察提供 秋老虎巧然而至 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 市民旁的活动 也逐渐地由室外转向 室内由岸边转入水下 在水边度过炎热的天气 这无疑是人们向往的 惬意选择 那么在纳凉的同时 都哪些水中刺客 会威胁到我们的健康呢 一起来关注天下感应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治医病中心副主任 中医师王立琴 是江西东乡人 王主任主要研究 中医药防治常见临床疾病 善于应用真药病用 内外同治的思想 应用中医十层外 预防与治疗常见疾病 王主任所在的治医病中心科室 最近迎来了许多 因为玩水而归来的救诊者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最近确实有一些 就是因为玩水啊 或者说是中暑了 来看病的患者 那么就像前一天 前几天啊 有一个男孩子啊 他出去玩水漂流啊 就弄得手皮肤上都起疹着了 然后就过来看哦 那就来我们中医 我就给他看看舌头 看看脉象 然后就发现他热相比较重 所以呢 在这个调皮肤的同时 也给他调一下他体内的这种热相 王立琴表示 水多为寒湿之性 所以在玩水的时候 寒湿之气很容易侵入人体 此时如果又加上一些病菌的感染 就容易引发红眼病 这又该怎么办呢 玩水后呢 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得红眼病 那么如果得了红眼病 应该要就是用一些眼药膏 这个是比较快的 眼药水眼药膏主要是这个消炎 需要注意的是 在玩水过程中 皮肤长期处于闷热潮湿的环境中 会更容易患上皮肤病 玩水之后这个皮肤烧痒啊 主要就是可能是水不太干净 有一些橄榄 就真菌啊 或者这种病毒啊 都有可能 关于玩水消暑 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 王主任也总结了以下几点 赶快学起来 玩水啊 首先肯定是要注意防晒了 然后就是这种 如果有这种皮肤问题的 就尽量不要去玩水 还有这种经常犯中的盐的人 也最好不要去这种 特别是水质不干净的地方玩水 如果眼睛出现了痒 或者皮肤骚痒啊 这些情况 自己不要用手去揉眼睛 去抓皮肤 最好去专业的医院治疗 此外记者注意到 关于高温天气玩水 网上也有很多热点话题 包括玩水如何保护我们眼部健康 玩水后皮肤发生溃烂 中医治疗有什么方法 玩水时溺水如何自救 对于大家关心的这些话题 明天下午4点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治业病中心副主任中医师 中医学博士王立琴 将来到天下干一网络直播间 进一步讲解高温天气下 玩水的相关知识 同时直播期间 还将开启线上免费问诊 请您及时关注都市现场直播号 收看直播并且参与互动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车牌号码呢 就像是车辆的身份证一样 如果不按照规定来进行安装 或者是故意遮挡车牌号码 这都是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近日在干中呢 就有两辆大货车 因为在车上安装了自动翻牌器 被交警部门依法查处 这是公共视频拍下的一幕 这辆大货车在经过卡口时 车前号牌处一片漆黑 并未悬挂任何号牌 而监控也未识别到车辆信息 民警调取周边监控 分析车辆行驶轨迹 在车辆将经过的路段射卡完结 你这个车牌是怎么回事 车牌 车牌是这样的吗 确定 最近一直都是你在开啊 没有交给其他人开啊 没有啊 公司是谁 这个是你是吧 车牌 车牌是怎么回事 车牌是怎么回事 面对民警的质问 雷某表示无法狡辩 只能承认使用了翻牌器 并现场掩饰自己是如何 一键翻牌的 怎么回事 随家装的 告诉我 随后交警部门依法对雷某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 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 驾驶证扣9分的处罚 近日在大广高速赫州全南段 另一辆没有按规定 安装号牌的重型半挂车 也被民警及时查处 好 我再打上去 知道是什么情况不 知道 什么情况 翻牌 故意遮挡号牌 故意遮挡号牌 对这违法行为有没有意义 对 随后交警部门依法对司机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 违法行为处以相应处罚 并现场对违规组件 进行了拆除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廖玉 高速警察提供 近日张树市消防救援大队 接到报警称 当地的一家超市内 有蛇虫 好大的蛇呀 其他人往后推 其他人往后推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超市 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 发现这条不速之客 正躲在冰柜中休息 他在柜子里面 哎呀 这条市的身形可把人吓了一大跳 一开始啊 超市的工作人员还以为它是玩具呢 随后 不速之客被消防人员装进麻袋 送至远离居民区的地方进行了放声 下面发愁的是来自一辆 封城大货车上的一群生猪 还有车主 因为天气炎热 车上110头猪都有中暑的迹象 再不降温恐怕很麻烦 看看车上的二师兄们 个个都没精打财打蔫儿 接到求助之后 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开闸送水 赶紧出售相救 天气热温度高 要不是这场及时雨 或许二师兄们就得提前到了西天 据导致 经过救援 现场情况有所好转 也帮助司机避免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本节目素材 由新闻社工彭之慧提供 1100毫安超能续航 到电信购买卖盲30 向高额补贴 和超值潜意 中国电信江西各大营业 有售 买手机到电信更优惠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输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金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国粹中药 将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夏天最新冻的瞬间 是西瓜的最中间一口 是抬头的漫天星光 是水中西细的片刻清凉 但要心动更要心安 西瓜虽甜 但要警惕隔夜冰西瓜 天空很美 请雾爬高 紧防高空坠雾 玩水有趣 要快乐更要安全 安全多一下 快乐一整夏 江西的夏天 古镇西建 水深潺潺 夜梦清凉 夏孕悠长 胸河灿烂 鱼海奇幻 来这里清凉一下 触摸湿河远方 如画将席 松井独好 头晕头痛 胸胸气短 要注意 哄泻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哄泻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泻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血 清血八尾片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鞋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门气端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烘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梦奇药业 每日营养 一瓶搞定 都市现场 由君阳六种坚果挂名播出 征服家人的胃 我用好厨艺 守护家人的肠胃 我用胃动力 君阳胃动力 给你的肠胃做做操 畅销五十亿亭 值得信赖 君阳未动力 稍后林家看到 生日当天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各方爱心汇聚 助理励志学子 都市二基金帮扶计划 帮助困难学子上大学 今天认识 五州南城学子罗峰 住在南昌融创文旅城 员工宿舍的一些老师和学生 向我们反映说 在他们小学的门口 小商贩随意地摆摊经营 不但会导致他们的出行不变 还带来了不少的安全隐患 这样的情况一直得不到解决 那到底有没有办法呢 晚上八点多 记者在现场看到 小区门前的人行道 聚集了十多个 推着三轮车营业的摊主 除了炒粉炒饭 手抓饼 冰粉等他们 还有摆起长桌卖水果的 光顾的大多是学生 第一个就是说担心这个学生 外面吃东西就说 可能说油不安全 第二个 遗留下很多垃圾啊 油渍啊 这些都是清理不掉的 那些油渍 垃圾还好说 我们请了人来清理 他们一般都是不带走的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 那个没有证 这个位置肯定是不能摆摊的 我们人行道 走的位置 它肯定是不能摆摊的 城管也没有进行这个 有许可 影响到我们小区的 整个一个形象 而且这个是主管大道上面 外来人看到我们这里 有这个摊位啊 这个对我们的小区的评价 是非常那个的 也像那个有关部门啊 市长乐线啊 投诉电话都打过 城管来了 他们也就是走 走了之后呢 城管一走 他们就来 跟那个城管打油漆一样的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城管 执法人员到场后 要求商贩现场撤离 师傅 你们是从哪边过来的呀 不一定的 他们城管来不跟我们摆 我们就走 这里不能摆摊 你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人行道 你看 而且你们可能在这会产生一些垃圾 可能也没收 是不是 我们就不在这里摆 他们学生来吃的东西也会丢啊 你们主要是过来做学生的生意 是吗 对 你们知道这边不能摆摊吗 你看你们包括已经站到了这个盲道了 这里每天也会 也会来 但是现在我们又不能动出 是不是 就只能叫他走了 我想问一下你们看一下这些商户吗 他们肯定是没有办这种证件的对不对 这应该是没有 我们只能劝他们走了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只是夜间值班人员 会将情况反映给片区负责人 他还告诉记者附近有专门规划的集中摆摊点 日常巡查时也劝过这些摊贩到指定位置摆摊 但是他们不配合 我们劝他们去啊他们不去我们也没有办法 等一下我们跟我们队长反映呢 跟他反映这个是吗 这个环境啊那个道路不能摆摊的这个东西吗 我们会加大那个刑查的力度吗 让他们按多那个安排点能加大力度吗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们都市频道 都市二基金帮扶计划 帮助困难学子上大学项目 每年到高考季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走访调查 去找到一批优秀的困难学子 帮助他们助力他们上大学 通过走访 今年我们在省内呢 已经找到了十位符合帮扶条件的优秀学子 那今天早上我们的直播小分队 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到了福州南城 来认识一位准大学生罗锋 此时此刻我来到的是 福州市南城县新丰街镇的焚水村 那么今天我要帮助的这个困难学子呢 名字叫罗锋 今天考上了那个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录取通知书 是什么时候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 是7月30号 当时非常的开心 因为刚好7月30号是我的生日 罗锋家一共有六口人 全家人的经济来源都靠在外打工的父亲 2018年 他的母亲又被查出癌症 那时候我一拿到那个报告 我就在那里哭 因为拿报告的时候 是我一个人去的嘛 一个人 但是特别无助 对 我才35岁 在得知患癌的时候 罗锋正在月考 为了不影响他的考试 母亲决定瞒着罗锋进行化疗 就说我一定要活着 我不能那个拖小孩的后腿 让他们没有妈妈 对孩子们的责任心 对家庭的签盼 让罗锋的妈妈积极走上了抗癌之路 知道罗锋家庭情况之后 村里积极为家庭成员申请低保 解决燃眉之急 村干部也自发组织捐赠 此次走访 爱心企业伊利南昌区域代表 带着礼品和现金礼包 进行看望和慰问 这是我们工作的一点心意 这个也是作为 对于我们罗锋的一种鼓励 对 因为也是希望 他在那个大学生活里 能够把这个心理的压力 转发成一个动力 以利全行 然后成就他的梦想 对于都市二基金的帮扶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以及各平台的网友的 关注和关心 罗锋表示 除了感谢 就是要脚踏实地的 好好学习 我大学要 勤工俭学一点 然后好好学 学好自己的那些课程 然后争取 拿到奖学金之类的 那些环节下家庭的压力 在今天中午 我们都市频道的 电视加网络 全媒体直播当中 全网超过百万观众 进行收看 为罗锋加油鼓劲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现在二基金 在字节工艺平台上线了 帮助困难学子上大学项目 其中包括罗锋在内 有十位学子 正期待大家的帮助 请大家伸出援助之手 通过抖音搜索工艺 进入到字节跳动工艺平台 搜索帮助困难学子上大学 就能够看到我们的项目了 可以查看项目详细信息 进行爱心捐赠 为这些逆进中的学子们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您的每一份爱心 都将为他们 插上梦想的翅膀 让爱与希望 传递的更远 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关注 我们再接着往下说 遇见校园暴力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今天在南昌市第一院 暑期志愿者体验 赢的青少年安全课堂上 专业的安全讲师给出了答案 蔡东群介绍 校园暴力包括身体 语言 心理等方面 常见的有以多欺少 以强欺弱 动不动拳脚相加 排斥孤立同学 通过网络伤害同学等 如果遇见了这些情况 怎么处理呢 他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不能说跟霸凌者以强对强 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 一定要告诉他信任的大人 而不是说他自己一个人 默默承受 家长他首先应该了解 事情的真相 而不是直接就是责备 指出哪一部分 他是做的不对的 遇到问题的话 选择合理的方式解决 据了解 本次预防校园暴力 青少年安全课程 是南昌市第一医院 暑期志愿者体验营活动之一 本次体验营还组织了防溺水 青春期身心健康 防烫伤等安全课程 和基本的医疗技能 急救知识培训 自7月中旬开营以来 体验营共招募162名志愿者 小志愿者们在医院各院区 各科室积极开展志愿服务 服务总时长累计超过3200小时 在今天举行的捷营仪式上 20位优秀志愿者获得表彰 我妈妈她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 小时候我不明白 为什么她会把病人看得比我还重 现在我明白了 因为她对病人的一种责任心 一种责任感 是对工作的负责 对工作的认真 这些志愿者呢 包含我们医院职工的子女 一二代 然后还有周边这个社区居民的子女 然后还有这个南昌级的大学生 年龄都在12岁到25岁之间 服务内容导医导诊 服务住困 包括一些住残 然后帮助打印这个报告单 挂号缴费 学到了知识 体验了志愿服务的一个奉献的快乐 然后还结交了新的朋友 医院呢 是长期对社会招募志愿者的 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和医院网站都可以进行报名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前不久 重庆市万州区的熊家镇 一工地管理人员 早上起床之后呢 立行打开监控查看场内情况 却发现工地一夜之间变成了鸡卷 这让它是一头雾水 到底怎么回事呢 发现异常后 管理人员赶紧前往工地 发现工地并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现场的一颗摄像头不见 而鸡卷的画面 正是这颗丢失的摄像头 目前正在拍摄的画面 发现这个情况后 管理人员立即向万州区公安局 熊家派出所报了警 接警后 搅拌站管理人员 将监控中发现的异常告知了我们 通过查看视频 我们怀疑画面中未及的男子 很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根据男子的体貌特征 我们锁定为辖区居民刘某 根据线索 民警立即前往刘某家展开调查 并成功找到被盗的摄像头 面对铁证 刘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 供认不讳 据刘某讲 他一直想在自家机券内安装监控 防止家禽被盗 在发现工地的监控摄像头后 起了歪心思 趁人不备潜入工地 对工地内的一个摄像头实施盗窃 不料这是一台太阳能监控设备 无需插电便可使用 且能远程查看监控内容 刘某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之规定 被警方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抽烟的朋友可要小心了 这抽完的烟头千万别乱扔 近日在一春一风 一户人家家里就突然着火了 原因就是屋主乱扔烟头 当天下午4点多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 发现火事正处于猛烈燃烧阶段 室内浓烟滚滚 能见度较低 屋内无人被困 灭火的时候 屋主正在一旁 消防人员一问着火原因 屋主坦诚 都是我的错 昨天早上6点 赶州南康义小区的 电动车自行车停放处 突发状况 一辆改装的电动车自燃了 这样着火的车牵连了旁边的20多辆车 整个车棚全烧光了 小区内部摄像头显示 清晨6点多 车棚突然着火 不一会儿火势就越来越大 物业人员发现火禽之后 赶紧拿来灭火器 将旁边停放的车辆推离现场 并且利用消火栓进行灭火 不到一分钟时间 火势得到控制 随后 南康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到达现场 对现场过火区域进行冷却降温 防止复燃 根据物业人员统计 这次火灾完全烧毁14辆电动自行车 一辆丰田汽车车尾过火 另有自行车6辆 现场绿化带部分小区公共设施被烧毁 起火的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庞之慧 袁夏云提供 背上行囊出发 文明有礼 你我都是风景 与快乐同路 更与安全同行 安全出行济心间 文明旅游 好风景 最后一起来关注 干问明火为新连信的声音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问题的反馈 此前南昌东湖区的湖畔豪亭天华楼三栋的钟先生反说 两个单元的电梯停了一个星期了 12层楼的居民每天都要爬楼回家 吃不消 楼到的照明灯也没有 物业说这是线路问题一直没有修好 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 南昌福州路北社区的工作人员答复说 物业会启用维修基金来进行电梯的修理 目前的电梯已经恢复了正常 新渝雨水区的周女士向我们反映说 解放西路184号呢 有几栋房子在进行燃气管道的改造 新表还没有安装好 施工方呢就把旧的燃气管给切断了 现在已经停气了好多天 非常影响大家的生活 吉安太和县的李先生跟我们反映说 泽胜中心城小区2712栋二单元 二楼的业主装修的时候呢 把整栋的下水管道从他家给切断了 接了管子伸到外边去落水 大家担心这样会发生堵塞 或者是使管道破裂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看 今晚的都市现场就是这些内容 明年同时间再会